在上一集里面,师父提到了,台湾佛教在本土扎根的过程当中呢,从事了很多社会福利的工作,同时呢,也振兴了文化事业,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同时也培养了很多的佛教人才,那这些佛教人才对台湾的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灵师父,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大家好。 台湾这个地方的人的自尊心,也可以说是民族的自尊心,文化的自尊心,台湾不管是什么时候从大陆来移民来台的,至少它都是以汉文化的基础的。 真正的三地同胞,人数不多,那它至少在这个文化毕竟上呢,总还是觉得这实际是东方人。 那佛教呢,是个东方的宗教,佛教在中国呢,已经传播了两千年了,所以这个远远流长的这个情况下,大家已经认同了,佛教就是中国的宗教。 跟中华文化融合在一起了,那么在三十年前的台湾呢,我们在各方面都是落伍的,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在科技上面呢,都落伍的。 可是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民国六十年代以后,台湾的这个产品,就是美丽台湾,像这样的东西,可以到世界去啊,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还有呢,我遇到有好多位,这个,我们台湾出去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他们一到国外的时候呢,那国外的一些同学们,这个同时留学到国外,比如说到美国留学,或者到欧洲留学,这些外国的留学生,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互相讨论。 那你们这个国家的一些什么文化啊,一些宗教啊,一些什么啊,都很有兴趣想知道。 结果呢,中国人出去以后不知道,不知道中国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宗教,甚至于说我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我是个佛教,那人家就问你是个佛教是什么样的。 这样子一谈,这样子一句错呢,他们自然回过头来,就要认识一下我们国内自己的东西。 这个,这个也可以说,这个民族的自尊心,民族的自信心渐渐地成长,这样子一来呢,这个对佛教的认识啊,也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还有呢,由于这个日本的林默大祖的这个禅的这个思想和禅的这个理论和观念呢,对这个欧美社会的影响是相当的大。 还有呢,还有呢,日本的西田之学,西国旗帜,西方的西,三国的国,西国旗帜,像这些,这个是日本的顶尖的,现代的知识家。 他们都认识了这个西方的知识,这个是在战前的人了,这些人了。 都是战前的一些思想家 但是他们的基础思想是伏教 他们是结合了西方的哲学思想 然后把伏教的思想就推到西方去 介绍给西方 西方人也觉得这些东西西方还没有 那因此就对伏学产生了一种向往 一种兴趣 这样子从思想上又受到西方人的重视 西方修术界对伏教渐渐的重视 还有对伏教的禅的修行也渐渐的重视 其实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在传授禅法 西方人跟我学习 可是我回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文化界不相信中国人还会有什么惨不惨的问题 但是日本的这个残修的乐眼带 在我们台湾一家电视台连续的 就是华视新闻杂志 连续的播出四次 本来是三次 三次后来忧把不能 增加了第四次 他访问了师父 他访问了我 对 那么这个呢 使得我们台湾 这个一下子 这个觉得残 是蛮有意思的 蛮好玩的 蛮有用的 这样子呢 我们台湾就 这个讲禅的也很多来了 教禅的也很多来了 学禅的人也不少的人来了 这样子就是个禅的推广 对 这个 也带动了佛教的推广 带动了佛教的推广 那这个跟思想啊 还没有 跟这些思想 还没有接上头 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也只有少数的几个人 很开始啊 但是呢 禅修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呢 蛮普及的 不过呢 也带来一些问题 没有想到 几年前 我当华视新闻杂志制作人的时候 我也是受到禅的吸引 所以就像日本买了那套纪录片 还是在国内播 没想到我对这个 台湾的推广 也有一点点贡献 贡献很大 就是你主持的 对 你现在来主持 这个节目是对的 继续发扬 继续发扬 谢谢师傅关系 也欢迎你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点几集里面 师傅提到了 在台湾光复初期呢 佛教界可以说是 人才凋理 可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佛教界人才辈出 也就是说 在台湾佛教加根的过程当中呢 佛教界也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那么这些人才 对台湾的社会 又采受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们继续来请教圣灵师傅 师傅您好 陈佳教界好 大家好 是 师傅啊 就是 首先是不是谈一谈 这个佛教的 佛教界这些人才 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 这个过程如何 佛教界的人才 分成两个或者三个方向来 来的 第一个呢 肉干的知识分子 本来他就是人才 结果呢 他们来修佛了 新疆佛教了 因此参与佛教 那推动佛法 那这项人才 他本来就是的 他只是说 原来没有进入佛教 那后来他们自己成为佛教徒 那推广佛法了 另外一种呢 是出了家以后 他们感觉到 佛教如果不好好的努力的话呢 大概是 一定是最上灭亡的路了 所以 又有好多出家人呢 也非常努力 他们不一定呢 直接要想进入修校啊什么 但是他们呢 自修 看书 这些人也能写文章 也能够做书 也能说法 那现在这一班人 已经到了六十岁左右的人了 已经六十岁七十岁的人都是啊 那这批人并没有 受过很好的教育 原来也没有啊 要到哪个地方去留学 但是这些人还是成长了 那么另外一批人呢 就是基础培养的 又居士 也有这个出家的这个比丘比丘尼 也就是和尚和尼姑了 那他们出了家以后呢 也收到这个寺院的 或者是呢 有大的团体的 或者是呢 就是若干的副修院的 来培养 那这个副修院呢 常常戚戚戌戌戌 好多寺院 好多这个大法师的门下 都会办副修院 有名的道场 有名的法师 多半都会办副修院 南部的比如说是福光山 他们副修院已经办了几十年了 这个北部的 像这个应生法师的这个系统的 新竹 他们也办了几十年了 那么另外那个北深法师的这些系统里边 从北深老法师开始啊 一直到现在他的弟子进行法师啊 也是办了几十年的这个副修院的教育了 这副修院的教育里头呢 培养出中等 中上等的人才 主持佛教的那这些人才 那这些人才从副修院出来以后啊 就不像是过去一样的 某个是丁 就不像过去一样的呀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他们多多少少已经在 去受到新时代的新的东西 那么像这些副修院里边的学生之中呢 优秀的 或者是他们自己啊 有这个医院的 往往会出国 那到国外去 到国外去的地方呢 有的是去的是这个日本 有的是去的是啊 泰国香港等等这些地方啊 也有到美国去留学的 那有一些是自费的 自己与信徒们呢 供养啊 让他们自己去 有的是寺院里的他们的师长啊 就培养他们去 那么这样子的过程之中呢 就培养出一些 一批啊 一批又一批的 这个副修院的人才 那这些人才回来以后 回到台湾以后啊 他们就是担任寺院的副修 也会比过去的上一代的人啊 更高明啊 他们有世界的眼光 有时代的啊 意识 他们做出来的一个事益啊 就跟过去的这个守旧的迷信的这种 啊 风起啊 就不一样了 这个呢 就跟我们整个的一个副教 就变成了一个 变成普及化 那所以普及化的意思就是说 他每个人都会讲了 这些 都能说法 都能说法了 有的 能够写了 能够写书了 有的能够啊 这个说法了 还有的人呢 进了大学去教书了 进了这个中学教书 大学教书 像这种进行 在民国五十年代时 想都不要想 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甚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呢 我已经从国外留学 已经得到部署修委 回台湾以后呢 有的学校里面 还怕我进去跟修生们做演讲 这个是和尚的身份 不可以 那现在这种情形完全没有 现在我们呢 这个出家众 女众男众 都可以在大学里面呢 这个教书 不仅仅教书啊 而且还能够当当这个 这个三长之一的 这个比如说什么教书长 学书长 都可以这个 当到这个三长之一 像类似的这种啊 人才 就为这个 整个的社会的风气的 带动啊 也完全不一样啊 产生很大的效率 产生很大的效率 那么像现在过去的 这个寺院呢 这个明星呢 用烧精子啊 烧大把的香啊 点的到处都是拉座啊 弄到寺院里面 弄得脏脏乱乱呢 现在的寺院不会 现在正统的佛教寺院 都是非常的干净 而且也不会啊 乱烧 烂烧精子 也不会啊 这个烧一大捆的一大捆的香 非常重视环保 重视环保 因此呢 这个 我们这个 佛教界呢 办教育啊 也又办 这个层次又高 从幼稚园 到中学 然后从中学 再到大学 还有医院呢 从证所的 小的医院 变成大的医院 像这种 这个 这个进步啊 那都是因为啊 人才的关系 这样子来的 一个佛教 当然这个 跟过去不一样 是 可以说是真的吧 佛教这种 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 还有服务社会 这种 这种 这种观念 和想法啊 传播的更深入了 是的 是 一切实物的开示 那也欢迎您 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 分享 佛华的智慧 我们在下集的节目里面 我们谈到了 从民国五十年代开始 佛教在台湾社会扎根 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从事了很多社会福利的事业 同时呢 也培养了很多的佛教人才 使得台湾的社会更加的进化 人心也更加的进化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宗教博心的过程当中呢 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你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那我们继续来起教 圣源师父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师父您在前几集里面谈到 随着这个佛教的发展 扎根 那也有一些新兴宗教开始兴起 那么这些新兴宗教呢 看起来跟佛教非常的类似 那么 然后呢 他们产生了一些 一些现象 所以呢 也让很多人开始对佛教 产生一些疑问 譬如说 有人为了 信教 跟家庭 产生了一些问题 或者说 有些 一些现象 大家认为说 好像很怪异 请问师父 这些 这些宗教被人批评的现象 是怎么样开始产生的 是为什么会产生 宗教的 问题啊 如果说 离开了理性的 批判 或理性的检查 而 光是 强调 强调 他的 这个 感应的功能 或者是宗教的神秘的经验 或者是神秘的效果 这个就会带来啊 这个 负面的影响 对于人心 对于社会 都应该 所以说是 是 是负的 而不是正的 所以负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人心是腐败的 不是振奋的 对于这个社会呢 是一种啊 扰乱的 而不是呢 这个提升的 那 比如说 违背英国原则的 违背英国 这个原则的 一些现象 一些信仰 但是他不能说 他没有 宗教的体验 也不是 没有宗教的 一些啊 这个 这个 所以效果 他有 他信了以后啊 就有这种效果出现 信了以后呢 就有这种现象 让你感觉到 他的存在 那既然 感觉到他的存在 你就 不让你去 不信啊 是 你不信不行 你不信就得 有点恐惧啊 有点害怕 因为他有啊 那 那信了以后 就有多大的帮助呢 但是负面的 比较正面的多 那这个就是 一个大问题 呃 这里边呢 就是说 呃 所以 这个 这个 福教 本身 是不会有问题的 是 但是呢 独了解 福教 并不是真正的 来修学 福法的人 他直接说 他只是 福教 他直接说 他们是在 弘养的福教 是在 修学的福教 可是他们 从事的 一些互动 跟正性的福教 相反 相违背 那么 像这种情形呢 这个 就 带来啊 为福教带来 负担 为福教带来 一些 罚名 就是 幸福的人 就是幸福的人 就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呢 这个现在的媒体啊 一般的媒体的记载们 跑宗教的也好 跑文化的也好 跑社会的也好 媒体记载们对这个宗教并不是很清楚 他们就是跑 跑的有文必诺 有诺比报 这个有人 讲怎么讲 他就报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副中文很多了 因为 一般的人民 不清楚 究竟是真的 假的 好的 坏的 都不是很清楚 如果 这个记者 小姐先生们呢 就是有文必诺 有诺比报 那 往往就说 这是宗教 这是福教 那 是不是福教 是不是宗教 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福教 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变成混淆 混淆以后 福教就是连累 那 这个 有的人呢 就是 非常重视 这个效果 比如说 夫妻两个人要离婚 那怎么办呢 夫妻两个人要离婚 那其中 他的 这个 某一方的父母 就是希望他们不要离婚 那父母就跑出来求神 问仙 这个 然后就问问 一些妙宫啊 或者是一个一些 一些宗教师 宗教师就说 好你拿多少钱来 我替你呀 这个破孕 我替你解孕 大解 化解 我替你解决问题 这样多少钱 帮你做好 还有一个人 害了病 找医生不容易看到 那就去找 找神去了 也可能是把这个 这个福教的室教里去了 那遇到一些 这个 他本身 他们不是真正的佛教徒 但是呢 他是冒充的一个佛教 那 你排进去了以后呢 可能是上当 对 我最近去 一个寺庙里面 他特别写的说 本寺庙 绝不向人推荐 这个 药品 请勿上当 可见有人夹着 佛教界的名义 可能到 到庙里面去卖药 然后假装说 我是这个庙里的 他们不会冒充基督教 因为 他们供的还是供的什么神啊 什么 他们也供观音复杀 也供观公 你什么都供 但是呢 你说他不是佛教 他说他是佛教啊 他还是把民间宗教 跟佛教结合起来 主要他是 他是民间宗教的 这个赐财 民间宗教的这个基础 那些人 可能他不是什么 民间宗教 他就是运用宗教 来练财 来行骗 因为这样的钱 很容易骗 很容易赚 赚钱比较辛苦 骗钱比较容易 那另外呢 关于这个 新兴宗教的问题啊 这个 那比较复杂一些 新兴宗教 所谓新兴宗教啊 有的是佛教里面的 既佛教的名出来的 这个 有的呢 他不是佛教里出来的 他突然间呢 怎么出来的一个宗教 或者是从外来的 从国外输入的 那 又从国外输入的 以及这个 我们台湾自己 土生土长的 那多半呢 都说他们自己是佛教 这个 也是让我们很困扰的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次再谈 是 谢谢师傅 开始 那么也欢迎您 在下集里面 进行给我们一起来讲解 是不是正性的佛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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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